歷經10張專輯的淬煉 12年的舞台失戀 他會模從過去默默無名的音樂台VJ 成了無人不知的亞洲唱跳天王 之前他舉辦一天園演唱會記者會 宣布10月25號將二度登上小巨蛋 現場也細數微博 出道12年來的唱片和廣告作品 原來盤帥第一次尺度就超大 我常常自意自己為一個脫心 你知道 你也知道我們脫心的心態 就是你知道 要一件一件穿回來 所以當我第一次跟大家見面之後 那一天 你知道我的葉子是枯萎的 然後看到的話 然後工作人員那時候也是不太 不太屑我 拿個釘子褲給我 然後說穿上去吧 想去拜一趟 所以那時候當時心情是有一點點 因為我當時是 就是沒穿衣服 就這樣子那表情 所以那時候我就下定決心 我要一件一件穿回來 帆帥也大方透露 演唱會的幾個小驚喜 昨天時將帶大家回味 每一個不同世界潘偉博 還特別設計一段像80年代 唱跳舞相致敬的復古Part 但有一首新蘋果樂園 呼應也常會名稱伊甸園的主題 另外這次的舞台機關 潘偉博也表示大有來頭 其實這次叫做魔術方塊 魔術方塊移動舞台 不是 我怕我講錯 我這樣丟臉 魔術方 魔術方塊 魔術方塊移動舞台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那感覺就像是這樣 你知道嗎 當然伊甸園有了亞當 怎麼可以沒有下蛙呢 潘偉博表示特別嘉賓一定有 只是對於人選 他可是守口如瓶 演唱會精彩可聽 歌迷們盡情期待吧